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的風濕骨痛很辛苦 婆婆,我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你好 Hello,Della,你好,大家好 都市人都很擔心身體的問題,三高,尤其是高血壓 高血壓,我們都很直接聯想到 嚴重性是中風,令到行動不便,心臟病 這些可能發大,心臟病發起上來可能是五波的 救得50%,救到50%死人等等 都造成很嚴重的問題 但其實我相信高血壓 都不只是這兩樣的危機 都會有其他很高的風險問題引起 根據我們那個資料 目前的科學資料 發生如果高血壓的人 會增加你的心臟病死亡 會增加大概三倍 是 還有 也會因為心臟衰退四倍 還有 也會增加你中風死亡七倍 還有 也會大大增加神衰竭 和所謂的血管硬化 但是很少人會聯想到 原來高血壓 也會增加我們那個記憶力退化 腦退化和老人之外症的風險 這個資料是怎樣來的呢 在Hawaii、Hanolulu 有一個很大的研究 是心臟和亞洲人的 亞洲的老化的研究 其實他跟蹤了1890位美籍的日本人 跟蹤了多久? 跟蹤了32年這麼久 這個很長時間的研究 是的 他說如果一個人 他講男性 如果他在中年的時候 已經有高血壓 他會增加 往後10年、20年 增加腦退化和老人之外症 他的風險會增加 即是比較一些所謂 血壓正常的人 或者血壓比較低的 另外一個在瑞典的研究 他研究了382位瑞典人 都是70歲高齡以上 他們跟蹤了15元 他發現 如果那些人有高血壓的話 那些人群裡面 他們在79歲到85歲 他們的高血壓就會出現了這些 腦腦退化 即是腦退化 再近一點的研究 就是2014年8月 他們也是跟蹤14,000人 年齡是介乎48到67年 之間 他們跟隨了20年 這個結果 證實了以前的研究 他們說 差不多有6.5%的 智力測試能力減低 在那些高血壓裡面 高血壓的意思 在這個定義 就是140 over 90 就是初始的時候 比正常的人來說 他們高一點 是差一點的 好了 有另外一個 簡單來說 這個研究的結論 就是減低血壓的好處 其實是多一個好處 是會維持我們腦袋的功能 即是我們年紀大的時候 我們的腦袋功能 可以維持得更加好 所以是減低血壓的 好了 那 即是說 今時今日 我要跟大家說 即是高血壓的問題 不單止是減低 控制高血壓 不單止是可以預防中風 和心臟病發 原來呢 亦都可以保護我們的腦袋 嗯 OK 那 大家有時候想 為何會有這樣的情況 是 他們估計 高血壓的人 他的腦 即我們腦裡面的小血管 可能因為不斷的壓力之下 就容易出現損害和收縮 OK 所以他看到 高血壓是會導致 因為腦袋是加速、衰退和收縮的 可能因為微酸血管受損關係的 我也知道高血壓的人 就容易出現中風 我知道很多人每次中風 或者經過幾次中風之後 他腦袋的狀況是大大退化的 是 你也看到的 是 即是很明顯 你的腦本身都已經出血了 很明顯是會令到你的腦胃痴外都快很多 嗯 問題就是這樣 其實我們經常說 血壓的問題是一個沉默的殺手 血壓高 大部分人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沒有什麼症狀的 所以我們發現 最近的資料都發現 差不多一半的人 是有高血壓的人 都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壓的 嗯 OK 那當然我們都知道 很多人 就發現自己有高血壓 就會吃那些血壓藥 抗血壓藥 這樣 那大家都不斷跟大家分享過 其實所有那些藥物 那些西藥 那些化學藥物 都有一個風險的 嗯 就是都有很多副作用的 OK 那你解決一件事 那可能呢 是出現另一個問題 包括我們前幾集 都跟大家分享 其實很多老人 就是那個腦腿化的問題 其實跟我們平時吃的西藥 很大關係 是的 所以我覺得呢 就算當你發現有這個高血壓問題 是需要控制它 但是呢 都不是說一定要用西藥 用藥物去控制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飲食方法 其實可以幫助的 其中有一個飲食方法呢 我們英文叫做DASH Dietary Approach to Stop Hypertension D A S H 那它用什麼的飲食方法呢 就是完整的谷類 是 就是全麥谷 就是 糙米飯等等 那些 牛魚類的食品 還有呢 還有呢 是 水果 還有蔬菜 加琴 魚 還有果仁 OK 即是食物呢 盡量在這一方面去做 那這個是一個 就是一個 飲食方法控制那個血壓 OK 那其實通常都是足夠的 如果你肯去做的話呢 那最緊的關鍵的地方呢 就要盡量減低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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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炭水化合物 就是那些澱粉質 是最重要的 你吃得越少就越好的 澱粉質那方面 還有呢 谷類這些東西 是盡量要去減少 那我們可以吃多一些 那些 那些 就是那些 豆科 那些 就不是吃一些菇類 那 還有呢 菇呢 就是盡量是 完整的菇類 盡量減少 得來呢 就是吃一些是完整一點的 那還有一樣呢 就是糖分呢 最好呢 就是全部碰都不要碰 OK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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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就盡量吃多一些蔬菜 那當然啦 蔬菜呢 就不包括那個薯仔的 OK 那你就可以多一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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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如果說得到牛橄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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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其實呢 其實呢 已經被人 就是已經推翻了 是是是 的 那還有就是蛋白質了 那 上來吃多一些有機的肉類 OK 那差不多你會佔你的食物裡面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那个淀粉质 另外有一个研究 我们也有一个叫做Calm BH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lowering measured blood pressure 这个也是一个比整整的健康的做法 当然它包括饮食 包括我们控制我们的压力 还有就是帮助我们用我们的 我们用那个横夹膜呼吸 即是腹部呼吸那些 瑜伽、气功、运动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很多这些方法可以帮助你 可以控制自己的血压 不用太过一见到这些东西 就太过急于去吃腮肉 当然有些人自己都知道 我们白袍医生的症状 有些人要去医生一量血压 通常都发现是很害怕的 很紧张的 我有个病人也是 他自己是护士 但他一直跟我说 我一准备我都很紧张 我说那算了 他自己护士 我认为自己的家里准备 对不对 这样就变成一个安静的环境 可以准备自己的血压 所以记住 高血压原来 其实都是会伤害我们脑的功能 导致我们脑退化 其实大家都不可以忽视到 我们身体每一个部分 出现了那些过量 或者是过高的问题 当然之前就是高血压 中风、心臓病、死亡 这些当然是很严重 但是在另一个层面来说 其实也会伤害了我们脑的运作 例如我们的痴癌、脑退化 其实它的伤害比起中风 和心臓病、死亡 是同样的 一样是很重要的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 去注意一下 刚才医生提过 那两种饮食的办法、生活的习惯 希望大家可以逐步改善它 多一些运动 就可以避免了这些问题出现 不要每次有问题的时候 就立刻去用西弱 今天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都差不多了 多谢袁医生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什么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请订阅电话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的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与力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